原本比较紧张的神经 因为俄罗斯突然撤军 导致孤俄之间的军事冲突得到了缓和 欧美股市这边出现了继续的上升 像纳斯达克还涨了2.53 欧洲也出现了普遍的上涨行情 今天亚太地区会怎样表现呢 马股一直是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领头羊 今天会继续引领亚太地区吗 大家好,我是Homely的陈小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中午五盘剪片的活动 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昨天晚上都出现上升 仗比较多的是纳斯达克涨了2.53 表股500涨1.58 道琼斯涨了1.22 欧洲方面基本上都是上升的 仗比较多的还是俄罗斯涨了5.03 其他涨幅均在1%以上 只有少数几个涨幅在1%以下 只有挪威出现了下跌 其他都是上升的 欧米出现了普障的格局 那今天亚太地区怎样呢 从整个上午的交易来看呢 亚太地区基本也可以算是一种普障的行情 但是今天领仗的呢就不一样了 是东亚的国家比较多一点 比如像日本 韩国 这是领仗的 国企 恒生 台湾 这属于东亚的 菲律宾呢是仗了1.76 其他的没有仗的这些国家 斯里兰卡跌0.85 然后越南或者明市跌了0.13 跌幅也比较小 印度跌0.1 马西安的今天表现就是差强人意 之前都是在涨幅前三名的 但今天呢是到了基本快跌幅前三了 经过了前面五天的高度猛进 今天呢有所回落 从早上的开盘基本就看明白了 早上大幅高开之后快速杀跌 到十点半呢也没有能够出现转折 依然在黄线下方 只是到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呢 有冲击黄线的这个动作 但是很快又回到黄线以下 所以接下来下午的时候呢 如果说开盘一小时之后 还不能够占了黄线 基本上属于震荡 而下跌的概率就更高了 从目前走私来看呢 是高开低走的一个阴线 它的目前点位是1600点 最高的一是1613点 那么关于1613点的话 我们前边有跟人家谈过这个点 也就是近期我们看到 马股持续震荡 不创新高 以及说比较强的一个阻力 在1616点的附近 但是近两次的话 它就是在1613点附近震荡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依然是要注意 1616点 今天最高已经到了1613了 那这个1613呢 在前面也有出现过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2021年的10月21号呢 最高是1608 然后前边有到过1613 今天最高也是到了1613 1613就下来了 所以来讲呢 基本到了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最强的阻力这边 所以说接下来 如果过不到的话 又开始回调了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呢 基本上我们也给大家发了 这个一个图表 发了一个图表 然后是关于时空测算的 那这边呢 我们不做详细讲解 然后在昨天的直播当中呢 又谈到今天属于变盘点 以及呢 在今天的情况来看呢 是什么情况呢 属于 今天情况来看呢 属于 回撤 昨天我们发的图形呢 是 时空的这个图形 今天啊 不是昨天 今天搞 前面四周发的 这个图表呢 是在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看的 通过这个变盘日历来看的话 16号看到吧 也是一个转盘点 它属于二级变盘点 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个变盘日历之后呢 就可以提早的知道 什么时间该变盘了 对吧 这是二月份的 如果说你想要三月份的话 在评论区 回复一下 变盘日历 我们会及时联系你 或者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谷歌讲谷学习频道里面来领取 过后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到这个评论下边 大家可以点击进入到这个学习频道 然后昨天的情况 这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11点18分发的这个图 基本是一样的 那这个图呢 是非常神奇的 刚好又赶上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时空方面也出现了到位的情况 然后我们加上了这个通道线的法则是吗 关于通道线的很多人是不陌生的 你看它确实就到这个位置了是吗 到了位置之后 又赶上这个时间周期也到了 所以说你发现它就是飞顶基底的这么一种情况 这个时候你看刚好就是昨天赶到这条线上 时间上到了 空间上也到了 所以说时间空间所到非顶基底 所以说我们可以提早知道 如果你想要提早知道这些判断 以及这边有发很多股票的资讯 到盘的简评 股盘的视频 然后加上这些好用的方法 如果有信息的话 也可以点击我们评论区域的链接 进入到谷歌讲股学习频道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马股的走势 马股到目前为止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看在资金和汽车方面 资金和汽车方面 资金的角度来看的外资是没有在增仓的 外资昨天是78.35 今天是77.72 最有点少 从它的60分钟图来看 是到了关键位置 但是没有变成白圈 所以在没有变成白圈之前 它都倾向于震荡细盘 如果说一旦变成白圈就要小心 下边的外资比例呢 没有在增加 而是在保持或者略有减少 下面中加是没有的 所以来讲呢 就要看什么时候变成白圈 然后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 就基本上是正常的 指数是张的0.43 上升的股票是364只 下跌的股票是454只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下跌的股票比上升的股票要多 这样子的话属于一种倒挂的现象 从行业方面是五个行业下跌 八个行业上升 下跌比较多的是Energy 刚才也说了Energy的下跌 是因为乌俄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 紧张气氛缓解 所以说油价出现大跌 然后上升行业当中 帐的比较多的是Technology 帐0.64 但是帐的还是比较少 其他的帐数都比较少 那Plantation这边呢 是略有小幅的下跌 虽然今天科技版快是领帐的 但是来看的是高开低走的 其实没有帐太多 但目前为止也是面临着黄线的突破 下边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所以说也就是个反弹 然后Energy这边呢 刚好跌到红圈兽支撑 今天反弹 当然反弹还比较小 下边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Consumer这边呢 就明显的有转强 刚好也到前级高点 下面外资呢 还增加 没有吵架 Triple Edition这边呢 依然保持着 突破前级高点了 又再次突破前级高点 但是外资这边没有增加 也没有吵架出现 指数更多的是 受到今天这个银行的斗市分析 银行的这种情况 银行是高开低走 到目前跟指数的状态非常类似 但是比较强势的是 下边的外资比率 依然在98天以上 所以说暂时的风险还是可控的 然后Energy基本一样了 今天指数受Energy 以及银行行业的影响比较大 Energy这行业 刚好也是 触及到前级高点一下 触到前级高点一下 就这样下来了 所以说跟指数非常类似 但下边的外资比例 没有大幅减少 目前还保持来 738千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吵架介入 Housecare这边 刚好有跌到重要的 红圈的支撑了 如果在此位 没有跌破 变成白圈 还是有希望来起的 一旦跌破白圈 下降空间就又打开了 然后资金方面 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中油今天是低开的 所以它对指数影响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 今天影响比较大的是 科技 是银行和工业 当然科技影响也不大 今天主要是靠 工业还有银行 在往下拉指数 今天的plantation 是小过调整 但是从资金的状况来看 外资也要减少 庄家也要减少 但是没有散户的出现 所以说风险依然是可控的 昨天有大量的外资进入 刚才我们其实有看到 在这个谷歌 讲过学习频道里边 有发一个 昨天资金的流入情况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是外资还在持续增加 昨天为什么那么疯狂呢 原来是因为外资大量买入 买入的量的已经创新高 到了326.98mm 静卖家是local institution 静卖出299.53mm local retail是静卖出27.46mm 再来看的话 外资还在正向买入 所以暂时还是很好的一种情况 我们注意关注 外资什么时候开始流出 要小心了 尤其做中短线的朋友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是Telecommunication 也是高开低走的 下面的外资流减少 没有炒墙 Property这边呢 也是高开低走的 也是接近到前期高点 就差不多也是要调整的 Energy 机编的跌比较多 刚才也说了 因为物额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 暂时得到缓解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资金状况是 外资也减少 中价也减少 但是圈还是红色的 刚好跌到红圈上 如果没有跌破变白圈还是可以的 跌破变白圈就应该小心了 从今天的涨幅幅来看呢 涨幅超过18天的有10只股票 下跌超过18天的股票有15只 价格来看呢 还是空方力量比较强大一些 然后我们看一看今天涨幅幅里的股票 从整体来看呢 多数还是不太好的 都是没有什么走势 那4456的会比较可以 因为这个大杠呢 最近就是涨幅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它既有外资又有吵架 外资和吵架比较都很高 其他的今天表现一般 这个呢跌完了之后 外资又回来一点点 就是回到起账点的附近了 这种类似这种的庄家 有一点点增加 那你的股效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更多的可能是 一些小的股项在起 大多数股项在调整 那像中游这边呢 很多今天开始调整了 比如像5285啊 还有6262啊 以及5254啊 这些在这之前起比较多的 那中游股这边呢 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去卖出呢 你看一下资金状况怎么样 其实它今天调一下 资金状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散户出现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跟这边似的 你看它也调了一下 但是没有散户出现 没问题 一旦散户从这出现了 它就开始调整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 散户是不是存贷 想要知道你的股票 有没有散户吗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边的连接当中 如果想要看一看你的股票 什么情况 尤其是庄家比例 还有有没有散户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好了今天基本内容 大概就是这些 觉得好的 帮忙点个赞 找它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